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质天下》第1070集 由于阳为您播讲 韩刚的招呼刻意压低了声音 让王中正也不由地收敛了音量 然后向殿中的几位宰府行礼问好 待草草地敬过礼数 王中正又问了起来 太后没事吧 他方才心神不宁 可现在看到王安石 韩刚等人都还算是心平气和 知道当无大碍 不过不问问清楚 他也不敢就这么放下心来 太后无事 只是处理国事太过劳累 加上又染了一点风寒 休息两日便能安好 阿弥陀佛 王中正肩膀顿时就松了下来 连声念佛又道 这就好 这就好 王中正信佛 没少给京城几大寺庙送香油浅 阿弥陀佛就是口头禅 不过念了两声之后 看见韩刚和王安石都皱眉 便停了下来 那正旦的大朝会怎么办 他又问道 方才韩刚说休息两天就好 但休息两天可就过了正旦了 停了 太后的健康更重要 说的是 说的是 王中正连着点头 向通向内殿的门中张望一下 想着打发了这边凡人的文官 进去探问太后 王中正 王安石忽然开口 王中正身子一震 攻了攻腰 再请平章吩咐 锦中守卫 而领其半 太后安慰 寄予而身 这一回 可不要再出上一次的岔子 王安石的几句话 说得很重 王中正脸色红一阵 白一阵 低头咬着牙道 平章放心 中正拼了命不要 也会保了太后无恙 王中正说着口顺 而实际上 这也不一定只是口号 韩刚和苏颂交换了一个眼色 一起摇了摇头 如果宫里面当真有变乱 保不准当真就要拼拼命 宫变之后 太后彻底掌握了朝堂 若是她健健康康 宫中人心绝不会乱 也绝不敢乱 怕就怕太后一场病之后 躁动的人心就像是 经折后的虫子 层出不穷 杀不尽杀 那个时候 王中正怕是少不了 要拼命的时候 幸好太后只是晕倒 等到宰府们过来的时候 又恢复了神志 否则事情会变成什么样 谁都说不清楚 韩将变了一口气 还是防患于未然好 王中正唯唯诺诺 硬撑下来 又道 方才听到了消息 在进来之前 中正就已经安排了一下 怎么安排的 王中正抿了抿嘴 润了润嘴唇 才又低声道 李宪 已经领兵 去了太皇太后处 王中正能想到 让李宪 去守着太皇太后 这也算是反应快了 王安石和韩将 一起点了点头 可张纯 却咋了一下嘴 当初宫变时 李宪 不在宫中 没有任何厉害关系 就怕李宪 一时糊涂 李宪 曾在他的麾下奔走 与王中正的心结 多多少少知道一点 不过黄成斯 在惊变了宫变一役之后 势力大衰 主要力量都掌握在 王中正和王后的手中 而城门还在 神机军控制之下 真有逆党 想闹也闹不起事 铜冠 李宪 店外又突然 响起了丛恶的声音 隔得远了 在府中只有耳朵 比较灵光的韩刚听到了 也不知道 是不是一时 没有找到李宪 丛恶的声音 透着气急败坏 不知道铜冠怎么回答的 丛恶那边 咕弄了一句 两个人的声音 都低了下来 让韩刚听不分明 去看看 是不是从太尉在外面 先让他进来吧 韩刚吩咐了一名小荒门 去外面看着 小荒门应声出去了 随即从恶和铜冠都进来了 一众宰府在殿 从恶却视而不见 盯着王中正 刘后 铜冠方才说李宪 侍奉你之命去保护太皇太后 是否有此事啊 王中正一愣 脸色也变了 正是 可有何事 从恶 到底怎么了 可是有什么不对吗 王安石和张淳也在同时色变 急着追问 方才下官听人禀报 说是李宪领了两百多名兵 去了保瓷工 担心有变 便立刻赶来瓷收店 宫中均力调动 即使只有十几人 都是一件大事 何况李宪 一下子带走了两百多人 王中正还没跟从恶通气 由不得从恶不担心 王中正大大的松了一口气道 太尉不必担心 李宪是封中正之名去王 皇城司中 刚刚经过了整治 当无人敢于作乱 从恶点了点头又道 不过王后已经带人追过去了 张淳当即问道 王后去了保瓷工 宣德门那边呢 有礼信在 左夜门右夜门都给神机军封了 从恶回道 还有 韩将道 也不要那么紧张了 太后只是外赶封寒 需要江阳几日 皇城城门照常开放 只是在太后痊愈前 需要加紧守卫 年节过后 宫中当职人员各家半月俸禄 相公放心 从恶大声保证 相公们都请低声点 一个老妇的声音 在内殿门口响起 太后正安歇 回头看时 天子身边照料起居的老工人 国婆婆 不知何时走了出来 冲着文武两般的手脑 不满地说道 被一个老婆子喝斥 宰府们都没有脾气可发 王安石摇摇头 我等先出去 王安石领头 宰府们一个个灰溜溜地 从慈寿宫中出来了 王安石和韩将 回头吩咐王中正和从恶 韩刚叫来了同冠 好生伺候太后 有什么事情立刻来报 同冠用力地点头 韩刚虽然当着同僚的面 这么说 可以同冠的聪明 当然知道 私下里再通个消息 同冠日前 从丹罗岛回来 不过现在叫丹罗州了 丹罗国在高丽富王之后 就哭着闹着要做送臣 等到日本国灭 朝廷便允许他 宪徒内赴 太后亲自名为丹罗州 为登州辖下的吉弥州 其实本来韩刚 想过给丹罗岛使用后世的名字 可如今的吉州 是在京东东路 早给抢住了 高丽人的拿来主意 是有传统的 此时高丽耀郡 扬州 海州 广州之类的地名 直接抄袭中国 后世抄个吉州的名字 也没什么 但大宋这边 总不能给自家的地盘 而起个会打架的名字 想借用了海外三仙山的传说 彭来 方丈 盈州 其中方丈 不适合为名 彭来 则是彭州 来州 都已经有主了 就是盈州 河北那边也有一个 最后还是干脆了当的一个丹罗州 只是稍微改了一个字而已 丹罗州成了大宋的领土 而高丽的流亡朝廷还在岛上吃着救济 越来越多的流亡者渡海南下投入到这个小朝廷之下 而高丽小朝廷在丹罗国内附之后 曾希望朝廷将这座岛屿赐给他们 为此太后曾下找严则 为了让这些逃亡者能够回到半岛上去 给辽人添些麻烦 朝廷除了每年给他们三千弹粮食 剩下的都是军营中替换下来的武器 想要不饿死就回半岛上去学辽人强夺口粮 至于曾经的丹罗国新主 半年前曾上京一次 朝廷赐钱赐物赐田赐宅 把他当作千金马骨来伺候 甚至给了一个平海军节度使 开府一同三思的名号 在这些变化中 同贯起了很大的作用 韩刚吩咐了同贯 那边王安石和韩将又讨论了一下 打算将宿位的位置设在福宁殿的偏殿 外臣不便去太后宫中 但天子请宫还是没问题的 守在距离太后请殿最近的移出殿宇 又是宫城后半的中心 有什么变乱逃不过宿职宫中的宰府们的眼睛 韩刚对此没有意义 整件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方兴脚步匆匆 年节前夜的京城 本该比前两日安静了许多 但今天的市井之中 却乱得像是开场前后的赛马场 派后发病的消息根本就没能隐藏 随着朝会的结束立刻散布到了城中每一个角落 军器间和铸臂局那边都开始披甲了 路边有人提高了音量 方兴脚步慢了一点 耳朵则竖了起来 京城中谁人不知道 军器间和铸臂局这两处都是朝廷里面至关紧要的衙门 各有一军守卫 两军总数近五千人 也是随时可以调出来镇压城中的兵力 更是牢牢掌握在郑士堂某人的手中 哪有披甲 胡说八道 耳是刚从那边过来的 不过比平时延了几分 倒是街面上黄城寺的人多了 黄城寺还好 宣德楼上火炮都推出来了 站在城门口往里面看看 那几门大将军都正对着门洞口 有小李将军镇守 还有哪个贼人赶起异心呢 是小李将军加火炮 街口处的议论让方兴没了兴趣 脚步快起来时却又摇起了头 京城中 韩刚能够控制的军队是不是太多了一点 有日子没来这里了 韩刚打亮着今天落脚的地方轻声地窥探着 是很久了 铜冠声音更轻 生怕打扰到赶怀旧日的韩刚 福宁殿原本是内宫的中心 但前一任主人不在人世 而现任的主人则跟着太后住在慈寿宫中 整座福宁宫空荡荡的没有人气 从正殿到偏殿 包括宰府们将要素位的地方 人员数量远远比不上要小上一倍还多的慈寿宫 正殿的方向上能看见点点光亮 但绝没有天子还在那里的时候的灯火辉煌 上一回韩刚在此处休息 还是西宗皇帝刚刚去世的时候 韩刚慢慢走在离宫墙不远的廊道间 感慨着时间 一转眼一年就又过去了 参政 铜冠方才离开了一下 现在又回来了 低声对韩刚道 参政今晚的住处方才小人已经安排好了 只是今天有些仓促才派人去收拾 得稍待片刻 还请参政宽裕 嗯 没关系 多谢参政 铜冠腰身弯了弯又到 王平章和郭淑敏还没到 不过他们的屋子也背下了 总共三间房舍 参政打算选哪间呢 韩刚想了想 就迎风的那间吧 平章和郭淑敏年纪都大了 晚上受不得风 他侧头瞥了一眼惊讶的铜冠 还是你想说 那几间房之前给修过了 不再漏风了 是啊 不 铜冠连忙道 回参政的话 那几间屋子的确都有些漏风 不过小人已经让人去找毡子 贴着墙张挂起来 这样风就进不来了 炉子也安排人生火了 韩刚站定脚看着铜冠道 去了海外一趟 办事倒比以前要强多了 铜冠笑得更加谦卑 你不敢当参政的赞 只是多了一些历历 也开了眼界 不过还是在京城的时候 能多得几次参政的教诲 建议会更多一点 韩刚笑了一笑 重又慢慢的向前走 慢慢走到今晚的住处 里面还在忙着铺陈摆设 就像铜冠方才对他说的 福宁殿中共载府素质的几间屋子 都是漏风的 不过挂上了厚厚的羊毛衫 又点起了炉火 情况就好了许多 福宁殿的正殿后殿 在赵虚驾崩之后修缮过一次 不过偏殿没有整修过 跟皇城里的大部分建筑一样 都是四面漏风 不过总比回到正式堂好一点 仁宗之前 载府素质都是在正式堂或书名院中 即便是现在 若有军国士需要留载府在皇城内 基本上还是住在正式堂中 留宿于晋中的次数 寥寥可数 中书门下的一杆建筑 不知多久没有修过了 漏风漏水 冬天冷 夏天热 春天秋天 也没有多舒坦 今年七月里的时候 有一次午后暴雨 韩刚当时恰好入宫去了一趟 没了主人在 历员们都各自照管自己的一滩事 完全没有注意到里面在漏雨 等到韩刚回来才发现摆在桌上 当值的堂立 韩刚没有开除他将其降值调任了 有过当法 韩刚也没有打算用这点事体现自己的宽宏大量 每到刘宿正式堂的时候 韩刚总是在想 等天亮了 就去提议将皇城里面的各个衙门都修一下 可当真等到天亮 韩刚立刻就把这个想法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开什么玩笑 光是提议就不知要在朝堂上挨多少骂 受多少白眼 浴室堂的房子破落的其实更厉害 要是正式堂中 有人打算把自己的工作场所 弄得更舒服一点的想法传出去 让那些每个冬天都在房子里冻得瑟瑟发抖的浴室们 怎么想呢 即便撑过了浴室的弹劾 等到皇帝同意了 朝堂上也通过了 可钱从哪边出呢 就是找到了钱 从工程款中也弄不到多少好处 跟后世的情况截然不同 更不用说等一两年后修好了 也轮不到自己享受 这是何苦呢 让同贯叫来的内侍们继续整理房舍 韩刚从偏店出来 就见到几盏玻璃灯笼 引着人向这边过来 远远的已经看清了身份 是同在今日素质的王安石和郭奎 韩刚迎上前打了个招呼 岳父 郭淑敏 离开慈寿宫之后 三个人再度见面 郭奎退到一边 韩刚则落后往安石半步 回头走上偏店的台积 今天是第一天 也是最重要的一天 若有何变乱 基本上只会在今天发生 等到明天 宫中人员安排该调整的就调整好了 想乱中取利 便没有那么好的机会了 决定素质人选的时候 韩刚和王安石都是主动要求 担任今日素位的职责 说起来还是两边都互不放心 担心今天留在宫中的时候 会借机做出事来 您刚才听到的是 于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职天下》第1070集 欢迎具体收听 《载职天下》第1071集